为了提供身杖青年职场体验机会 高雄市米加勒社会福利协会和餐饮业者合作 由业者开放厨房和接待前台 让身杖学员实际来体验 不论是切菜摆盘或是点餐 学员们都很认真在学习 展现对餐饮服务的热忱 期待有一天能够重返职场自力更生 你好 我会点餐服务 生杖学员站在接待前台 专心地为顾客点餐做得有模有样 但光点餐还不够 如何切菜摆盘更是餐饮之一行的基本功 为了提供生杖学员职场体验的机会 米加勒社会福利协会 跟百货美食街的餐饮业者合作 开放厨房及接待前台 来个职场出体验 只见学员们性质高昂 仔细聆听业者的教导 不停地提问请教 提供它是在职场伦理上 还有说他们出缺情 还有他们的食物自备原理的过程当中 如何将没有到有 在一系列一条龙的一个制作过程 完成一个美食提供给顾客 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说 有内外厂有服务有点餐 可能有里面洗菜煮菜 甚至以后如果是不是店面的 是那种餐厅式的话 可能还需要扫厕所这些工作 由于从事餐饮业门槛较低 藉由实作的方式 让生脏学员做中学学中做 能够对于职场环境多一番体认 业者本身也雇佣了生脏员工 他认为只要认真学习 生脏者的表现绝对不输正常人 其实他们在学习的速度上蛮快的 像我们有一个也就是红萝卜 一路切到也是蛮快的 也是学习状况蛮好的 他们的表现完全不输给正常的 一般的工作者 今天的职场 然后带他们来体验 原来他们是真的是很OK的 然后也觉得说是他们喜欢的 然后因为我们常告诉他们 有时候喜欢的 不一定是我们做得到的 然后经过今天的体验 他们发觉喜欢的 其实经过学习 经过老板的指导 他们是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买起始板就有兴趣了 而且它更有兴趣了 也谢谢老板的教导 对 也谢谢老板的教导 一个上午实作下来 学员黄小姐就对餐饮这一行 展现浓厚的兴趣 米加勒社会福利协会 希望给予更多学员 职场体验的机会 让这群生长朋友 在投入职场之前 可以自我评估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职场体验成功在 我们最后一会论的东西 我们最后一会论的 我们最后一会论的 我们最后一会论的